是没有廉耻还是恬不知耻 是心大还是脸大 咱们今天就聊一下刘晓庆和他的书法 咱们还是先看这个人对晓庆书法的评价 没有小气 没有穷气 没有怨气 一切都是祥和的 不知您是什么感觉 我个人感觉有点恶心 也就因为这个人才有了今天这个话题 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 在6070后这一代人的眼里 应该是一个神 是女神一样的存在 从这个电影小花 妹妹找歌丽花柳 到芙蓉镇 从一代女皇武则天 到徐悲鸿 可以说呀 是中国影视界知名度很高 影响力很大的演员 他50多岁 还能出演18岁少女 确实非常了不得 先后获得过百花奖 金鸡奖 金凤凰奖 金像奖 金诗奖 金莲花最佳女配角奖 尽管他也有过不光彩的 偷税漏税的犯罪经历 但是谁也否认不了 他是个好演员 演得非常的棒 功是功 过是过 因为偷税漏税啊 我想罚的再多 也没有他剩的多 我个人觉得呀 他在物质生活上 还应该是富足的 是有保障的 还应该算是人上人 似乎也应该得到 大家最基本的尊重 但是啊 不知受了什么启发 他开始喜欢上了写字 好像还很痴迷 我们都知道艺术界唱歌界有两个著名的人物 一是玉军健 还有一个某电视主持人 毕某某 字学的确实非常好 但是这个刘晓清的字啊 我就实在是不敢恭维了 他自己也说 他不是书法家 只是写书法 显得很谦虚 这话又很矛盾 写书法 他自己讲 他从小学初中就开始学写字了 他的字到底怎么样 相信只要会写字 只要稍微懂点书法的朋友 都有个大概的评价 没看过的朋友呢 咱们顺便就看一下 也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感谢诚信女天下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有诚信 就是谢谢谢谢 没有辜负我几十年的练习 本来好多人骂呀 经常一百八十多条举报 举报我写书法 这么写书法这么难呀 本来练就很难了 练完了以后还要写出来 后来一想不服 被打倒但是不能被打败 请问你又在教训我 什么是书法你懂得吗 那我请问你懂得吗 今天早晨起来 我们还在讨论为什么 每次写书法都有一些老师们 就来那个乱骂 一看就不是写书法的 一般像写书法的老师 就算是批评也是很有才华的 不是这样什么 你的臭字什么的 我不会停止写书法的 中华书画推荐官 中华文化传承大使刘晓庆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 当成刘晓庆啊 说朋友说自娱自乐吧 但是有你我就不是自娱自乐呀 中国南高音歌唱家 李双江世界书法家协会 名誉会长刘晓庆 付出的时间的代价 只占一次末 有一个朋友说谁给他的勇气 我现在就很温柔地回答说 是才华 打拼的时候是陈信音天下 所以这个就写得有点刀割相见 这个呢家侯万事新就写得就比较柔美 现在是几十年的积累 才有今天写这个 而且这个成本特别高 要有纸 要有框 要有灯 要有桌子 要有墨 要有笔 关键是要写得出来 所以书法是不能诋毁的 是 嗯 什么叫以臭为荣 不懂啊 我们这都是香飘世纪 是谁给你的自信 质问的打了问号 然后我心里想自信要别人给吗 自信是自己的 难道是你给我吗 我就是自信 我把自己当回事 我就是没当回事 才第二次创业 然后用自己的手工 来完成 来保证我的经济自由 水城过来的 我就是 无气满满 带着我们家的丫头 丫头从加拿大回来 我说你知不知道刘晓庆老师 因为她是90后嘛 她当然知道了 对于这样一个曾经的明星 我只能说呀 她内心确实很强大 无比强大 她也很包容 特别包容 有些大将风度 从书法上来说 我个人觉得刘晓庆的字 跟书法艺术应该关系不大 遗憾的是 我很遗憾 在我的内心中 又少了一个被崇拜者 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 崭新的刘晓庆 自以人为贵 有时候也不是没有道理 比如说伟人的题词 名人的签字 这种鬼 更多的体现的是伟人名人 对某件事的关注和支持 有时候啊 也可能是一种经历 是一个记录 其实际意义 远远超过文字本身 无可厚非 如果要说书法的话 我个人觉得 至少啊 你写的东西 应该有唯美的 艺术化的 汉字的体态 至少有作者性格情感的表达 甚至包含作者对人生 对世界的理解 但是这个刘晓庆的书法呀 我实在读不到这些东西 一点都没有 我所看到的 只是千篇一律 是作作 是轻浮 是无所事事 这个字如其人 似乎跟刘晓庆 好像有点不搭 不知什么原因 可能是我看错了 大家都知道啊 那些丑书 吼书 社书 都有一些知识者 不然他们也活不下来 可以被理解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是唯利试图 口是心非的追捧 这就有点让人不可理喻 甚至有点可悲了 有时候啊 他们浅的 实在是口吐白沫 让人非常恶心 关于刘晓庆的书法 因为我的水平实在太低 我实在没有感受到 豪气 福气 运气 贵气 在哪里 就是刚才那位先生的评价 反倒觉得很俗气 很媚气 如果说有些人真的认为 他们写的好 吼的好 设的好 我也只能一笑而过 不想细评 因为没有意义 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心大的人很多 脸大的人也不少 这么评价 刘晓庆啊 可能是有些不尊重 因为他毕竟也是70多岁的人了 但我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 来形容他 在这里呢 我向小庆大姐道歉 不知道现在的文化市场 怎么乱成这个样子 我们中国的汉字 特别是中国的书法 变得这么不堪 文化艺术属性的书法作品 我想不能把它等同于 米面粮油冰箱彩电 还承载着文化 思想 观念 意识 不是有人买就可以随便卖 我是这么理解的 也可能不对 欢迎讨论 我觉得呀 这个文化修养的倒退 以及艺术审美标准的降低 比物质上的贫穷 更危险 更可怕 更可悲 是没人管呢 还是管不了呀 连我自己都怀疑 我自己是不是真的起神犹天 不知大家对这个现象 对刘耀星的书法怎么看 看起来